2月16日 美国洛杉矶华人华侨联营会 在阿罕巴拉市上岛酒店举行会议 座谈新型冠状病毒对洛杉矶各行业造成的影响 与会的美国国会议员赵米新 洛杉矶县县政委员苏利斯 和洛杉矶县公共卫生局等机构的负责人再次表示 目前洛杉矶地区感染这种病毒的概率 仍然很低 希望民众不要过度恐慌 正常生活 并表示 如果因冠状病毒受到歧视 应该站出来举报 美国华人华侨联营会后任会长关建荣 上岛餐饮集团负责人欧阳涛 美国南加州华人总商会会长王爱琳 加州艺术品拍卖公司负责人周德昭 美国大西北总商会会长江凤年 和柔斯密商会会长等洛杉矶商界桥界人士 出席了会议 座谈会由加州众议员周本利地区 办公室主任马刘爱琼主持 赵美新表示 目前美国感染这种病毒的病例很低 美国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 采取了严密的防控措施 希望民众继续正常生活 正常去餐馆吃饭商店购物 去过中国的民众也应该按照政府部门的要求 在家自行隔离 如果有任何症状及时与卫生部门联系 国家疾病预防及控制中心和县政府卫生部门 会及时通报疫情及告知防护措施 以多次参加与冠状病毒有关的社区活动的 苏里斯再次强调 洛杉矶县近1000万人口中 亚裔社区大约有150万 目前只有一例病例 希望民众不要过于紧张 正常生活 他特别强调了因冠状病毒出现的 种族歧视及社交媒体上出现的一些谣言 导致了某些人对亚裔歧视的因素 他呼吁社区民众不信谣不传谣 亚裔民众如果遇到因冠状病毒受到歧视 可拨打211举报 洛杉矶县公共卫生局局长 Maitre Davis表示 民众要保持经常洗手的良好卫生习惯 增加自己的免疫力 国家疾病预防及控制中心 和洛杉矶县公共卫生局的网站 会及时更新相关信息 希望民众注意浏览 洛杉矶县消费者及商家事务部负责人 Regal Rice表示 受到歧视可以提出投诉寻求帮助 出来吃饭买东西这样的话 我们就不但经济好起来 最重要是大家勤死守 勤死联 这样的话就会好很多了 我祝福大家身体健康 华校电视台记者阿罕布拉市采访报道